玩具TV,第七季第十一集 你剛才說的,基本上是不知道 第七季第十一集,即是下集又是大結局 第七季,如果是一季十一集 OK的,還沒收拾 由你去看,也是那一句 今次,咦?未過農曆年,未到聖誕 我們抽份禮物,其實也會怕怕的 但在馬來西亞幾個禮物也不會怕 很厲害,但看看這個招紙,所以我們撕走這張 這張卡,其實我還沒開 有個美女,叫Cassie,寄給我們 喂,那不是啦 不,我覺得是有美女,你不通知聲音,你不是啦 那她沒有人過到你 真的還沒拆,剛剛拔爛 他們可能正在看的,Cassie 我不是,Amois 我們有點不開心,應該連上照片 但幾個字,我不是說你沒有誠意 有賣相,一連賣就會窩心一點 其實都窩心的,收到 好像比較少看到的 Toyz TV的禮物,真是 說一說你的牌子名先 先插一下你的牌子,既然都是這樣 我是賣過的,誰吹? 黃家雪蘭鵝 如果有留意HotToy的朋友 HotToy Secret Face 也有放了他們一系列的產品出來 還有Side Show也有 Side Show也有 為什麼呢? 他們最近出了一個星節系列 原來他不止 原來Maffle也做了 今天我們開箱 這隻是他專程寄過來給我們 Toy TV 就是一隻Iron Man 真的要慢慢開 不好意思,監子 不要浪費時間 先介紹一下這個牌子 好,為什麼叫黃家雪蘭鵝 其實在1885年 這間公司就成立了 1885年? 是一個華人 楊先生成立的 是華人嗎? 是華人 在內地 搭船到馬來西亞 當時馬來西亞很盛產Tin 或者叫石 一種金屬 即是Led 又不是 T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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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人叫Sink 所以他們就 專程去到馬來西亞 做這個地方 盛產東西 於是做這些產品 黃家 其實在19 只要知道 不好意思 為什麼是黃家這個名字 沒錯 因為他得到其中一個蘇丹 正式認可 招致英國黃鑑 成為了一個牌子 相信很多朋友都想知道 什麼是蘇丹 因為我們不熟 蘇丹其實就是馬來西亞的君主 或者叫周牧 或者周長 其實他是世襲當時的股市皇帝 馬來西亞十三個州 有九個蘇丹 我們國家元首輪流 每五年互選一次 譬如我們這裡有九個蘇丹 不是每個都做國家元首 但我們互選 今期是德哥 可能德哥 德哥比較望重 他做了 他做五年 下期跟著五年之後 咦? 要是在河門 對 所以其中蘇丹 認可了這個牌子 所以叫黃家樹蘭 其實是一個挺高的榮耀 而且本身這間公司 他不是只是出這種雕像玩具 其實是出高檔餐具 大家不要誤解石 會不會有重金屬 不會的 是不會中毒的 因為石垃是處理過 混合了一些升降機 梯等的金屬 令他更加穩固 以及堅固 於是做了餐具 有人說你肥膩少少 是啊 沒錯 很留意那個外形 咦? 真的什麼文章都有 有的 因為後面真的有些餐具 什麼是出餐具 這間公司的巨文 全世界最大的 這是不是日文 正如說我出石垃產品 這間公司是最大的 他們出名的 其實我記得我小時候 聽過這個名字 喂 好吵 真的 有些歷史 這裡有說一下 終於是怎樣 沒錯 我希望他多送幾隻過來 就是幾多幾隻過來 我們開箱 因為我看到有些是更漂亮的 這隻呢 大家看看是怎樣 他這個 Iron Man 就好像不是電影裏面的版本 咦? 拿了拿 你拿到出來 是漫畫版嗎? 嘩 分很多場 但 這個是漫畫版 都是一些脆弱的材料 不脆弱的 不脆弱的 好厲害 好 開沙 嘩 這個 這個 是漫畫版 不就是漫畫版 跟著漫畫的造型 真的 挺重的 是石垃 石垃 他其實有說明書教你 石垃是不會被磁石吸固的 我沒有多重 應該是不會的 他有幾種的清潔方法 可以令到他變得很Grossy 或者沒有那麼Grossy 他其實說明書有教大家怎樣 就是你喜歡什麼表面的效果 對 視乎你怎樣去攪拌 對 還有他可能會有氧化的情況 但是你清洗完之後 就OK 你說得這麼像銀 就是銀也是這樣的 銀也是你不同方法散 他可以做到銀的效果 真的 他就有說 用這個肥皂水洗了 然後徹底沖乾淨 然後用一些法蘭涌 輕輕去弄 法蘭涌 對 什麼叫法蘭涌 我想就是眼鏡布 我想應該就是眼鏡布 然後就會有光澤 在這裡 嗯 對 閱讀能力很快 他也去看看地台 其實他推出了很多 其實之前有幸去過馬來西亞 其實也沒有 底部有沒有東西的? 我沒有看到 有 有沒有號碼? 號碼就沒有 不過又回到公司名字 還有MARVEL的標誌 哦 好奇妮做得 看得出是高檔 不好意思 我真的去看一看 真的買幾千隻 我真的不知道 但是 他們的公司很好 專誠 寄過來 包得很漂亮 就跟大家介紹一下 有很多隻 我覺得這個反而用的材質 還有他的造型 整體出來的感覺 比起很多雕像都 其實他用了最經典的 Iron Man的漫畫造型 嗯 當然 本身其實他的身形比例 也比以前漫畫的造型 但是用回那時候的概念 再將他立體化 形成了這個產品 我覺得這個銀色的身體 配過黑色的地台 那個感覺都不錯 多人問的比例 不少 如果你說大小 他比較像SHF 不過小過SHF 小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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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1比18 8 沒有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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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是5吋 大隻 可以已經覆上了 這個就是小弟 不小心去檳城的專門店 很急地覆上了 哇 有千歲鷹 有星賤人版 有Princess Slayer 高等比基尼 是啊 還要是高等比基尼版 是啊 那又 他的樣子行不行 我不知道 我國內看不到 是 我待會也放上網 那張照片 那就 很大一間 你完全沒有 不知道價錢 價錢不清楚 不知道 我拍了照 什麼事 頂 不是很大吉利事 我想說 什麼Sense 你拍了什麼 很漂亮的間店 很漂亮的間店 又拍了我 很漂亮的間店 很漂亮的 是高檔的 很高檔的 是 你買銀器的 一定不是 是以前的 國人貴族很喜歡 儲存一些石立的餐具 去用的 那 就是這樣 基本上 他是一家公司 就多開一條褲子 拉出來 玩玩 你不要說 你香港的金店都會出這些 就是 那種道理 我想就是 那樣東西而已 我覺得我的語氣很雜白 如果大家喜歡 我們希望 我們繼續可以 為他們 unbox 他們的新項目 多謝 你們再次多謝 Sideshow 有 產品介紹 Hot Toys 我沒有記錯 都有 Display過 不過Display是 Star Wars 那段時間 有Display過 現在他還有 但他搬到另一邊的櫃 他之前派到中間的櫃 有興趣 可以自己看一看 看看 我們真的有興趣 我真的有興趣 我真的有興趣 我看到Movie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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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挺帥 這個我反而已經覺得 非常棒 好 好 繼續不要停 還有很多事情 拜拜